我首先是這樣 我們針對那個藍白共推不在即投票 顯然我這個法學的長城 黃國昌好像對這個都沒有意見 我蠻意外的 如果都沒意見 表示我們那個民眾黨是支持嗎 民眾黨是支持啊 他們一開始選舉的時候就提不在即投票 我說真的不在即投票 如果真的過 那這樣子 愛麗莎莎跟我走 我們一起去中國捐票 小草一起出草 我們一起去中國捐票 你確定你能回來 趕不趕 就大家一起去趕不趕 我們一直這樣嘛 真的啊 你們都這樣捐票 各位姐妹小心 到底是誰被捐都不知道嘛 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民眾黨應該在國民黨 提出一些特別議題的時候 需要表態 不然民眾黨會一起被國民黨給撵了 為什麼 其實民眾黨有很多的選票 是來自於中間選民啊 對 你不能什麼事都不表態 這個很奇怪 人家會覺得說 哇 那你跟國民黨是不是一起 都想要去進行不在即投票 我的印象中 是啊 不是嗎 如果柯文哲的邏輯 他是希望可以解決青年返鄉的問題嘛 那如果要解決青年返鄉的問題 是不是移轉投票優先 對他說他會輸 就是因為這些青年都在工作 在上班 對就搞到現在要玩到不在即投票 那如果你說針對中間選民 我也請大家去看 像印尼的選舉 印尼今年才選完 二月十四號開票 已經選完了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什麼 年晃有手板借你用 居然居然居然 選舉人名冊造假 居然在前天重新投票 其實重新投票的原因是什麼 等一下年晃哥會跟大家講 他已經講完了 就選舉人名冊造假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我就問你 如果你不在一起投票 要設這些票 這個投票的地方 好那監票員 你怎麼辦 然後不只監票問題 地方的警察不要配合一起 我們有很多公安武警 你放心 對 人力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你確定中國有要答應嗎 我覺得我看不懂 這會製造中國很多的麻煩 為什麼 我問你 中國有更多的人民 眼瞻瞻看到你們中華民國在投票 這是一個民主行為 我問你會不會有更多人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不行 反而會製造他們裡面的內 內亂你知道嗎 真的老公會讓這種事發生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有時候真的 我說他的智商有一點Bug 因為我相信 比我聰明的人很多 但這個邏輯怎麼樣都不通嘛 沒有洛咖啡噴辣 當機了 對 重點是什麼 我對我在講嘛 什麼叫做這個Domino效應 就是說多明諾骨牌 你要知道第一張骨牌 他推的力量不用大 你輕輕的一點 第二張的第二張接到這個力道的時候 他其實他的力道倒往第三張的時候更大 那你接著就會全面性的摧毀 這其實在軍事戰爭有發生過 那重點我還講政黨政治 我舉例來講像民眾黨 假設真的願意被國民黨這樣輕輕的一推 民眾黨會不會倒 第一個我要講謝國良喔 是基隆是頭嘛 對 基隆代表什麼 其實基隆你要知道 他也代表一個藍白河喔 其實謝國良本來跟民眾就有合作 所以其實2022的時候 民眾黨沒有推人 那謝國良選上的時候 那姓邱的副市長 副市長就去擔任對不對 就民眾黨的 所以他是一個藍白河的一個結果 如果連謝國良現在開始拆良行動 四天就有1800張 那會不會繼續 會喔 這個會開始延燒 其實我認為會不會 這個罷免會成功 我覺得這不容易啦 因為畢竟謝國良 他地方勢力還是有啦 二姓 你很常遇到家裡看銀行 他真的是 真的 那另外就是說 另外就是說 即使沒有罷免 但謝國良的問題會出來哪 2026 會不會從他開始 他要連任的 就有連任危機 對 好接下來 接下來走到哪 新竹嘛 高安的事件 高安也是一個藍白河的地方 那高安藍白河 如果那邊有官司的問題的時候 2026 那藍白是不是在那邊又出了問題 所以我說的 股牌效應的意思是 會不會從基隆開始 一路的往下倒 2026倒到 倒到這所謂台中 有沒有可能 其實最重要的中間 最重要的邏輯是在哪裡 中間選民 今天你知道嗎 股票破萬點上禮拜啦 股票破萬點的時候 兩萬 破萬萬點兩萬 上禮拜 股票破萬萬點兩萬點的時候 國民黨在幹嘛 國民黨提出了相關的一些重要 重大他們認為非常重大的一些 這個政策國位改革 首先就是像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我們來講中沛 六年變四年 對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再來就是所謂他們的這個立院 想要擴大權限 他們號稱這是五大改革 然後又要提出什麼 二輪投票制 對 我問你這三大點 其實跟我們台灣的進步 有什麼關係 對啊 所以其實有很多中間選民 當初願意支持 國民黨立委的原因是因為 希望國民黨成為一個更強的在野黨 能夠去監督民進黨嘛 結果國民黨這樣操作 會不會真的就變成永遠的在野黨 所以這是國民黨自己要去思考的 重點還有一個什麼 我要講柯文哲的問題 我們要講立院 立院現在所有的聲量都在誰身上 翁曉玲 對 其實我差點講黃國昌 翁曉玲 本來應該是黃國昌 我有點生氣 應該是我們國昌的 你倉粉了你 重點現在有來講 王露良說不能叫他白國昌 我會被告 因為黃傑的案例 我們不能叫人家白國昌 我們黃國昌 本來應該聲量他最高 結果現在居然是翁曉玲 對 翁曉玲他其實二零二年 本來可能考慮要空降到新竹 但是因為沒有地方的人支持 沒有經營 所以又沒有 那這次排到不分區 他的表現 我真的覺得 你這樣對羅志強公平嗎 我們志強哥一個禮拜 質詢十四場 哎呀 結果沒什麼新聞 三不五十就來個直播 還有我的原資哥哥 原資哥哥一直都連忙著跑通告 跑到質詢時間都沒有 都忘記了 你看他們都沒有聲量 就所有聲量都在所謂翁曉玲的聲讓的時候 我就問你國民黨現在在立院的價值跟路線到底是什麼 還有關於中配的問題 對 我要講 其實中配的問題有那麼急嗎 我現在連中配都覺得自己莫名其妙 我也從來沒有那麼急著要身份證 對啊 其實因為提早兩年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為什麼要引起這麼多的社會討論 對 其實我認為就是說國民黨 其實我認為非常危險 還有一件事情 柯文哲 本來也常去立院騎腳踏車嘛 對 我告訴你 今天最新的民調出來 友台TVBS的民調 對我們只要講 不妙了 骨牌效應現在出現什麼 雪崩 雪崩效應了 不是那個雪崩是那個雪崩 他暴跌了 他現在是怎樣你知道嗎 我們本來說他假老二 結果他現在是第十一名 第十一名 前十名都沒有 都沒有 而且是選完後 那選完其他候選人其實都有在前十名 重點是什麼 重點柯文哲 國民黨本來有超過七成的人是支持柯文哲 現在只剩下兩成多 那代表什麼柯文哲已經不是國民黨 當初認為的寵兒嘛 那更代表什麼中間選民對他 已經並不是那麼支持 我剛剛在講國民黨要注意的原因是什麼 朱立倫牌第十三 更慘 對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有骨牌效應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